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杨幂迪丽热巴新剧同天开机 同是转型之作 谁能脱颖而出 4月可以说是新剧开机的热门时期了 有好几部剧将会在这个月开机 光12号杨幂和迪丽热巴的新剧就都在这一天同时举办了开机仪式 两人计之前是同公司的好姐妹 又同是顶流小花 两部剧同天开机 也难免被大家拿来比较 首先是杨幂 杨幂此次的新剧是由她和秦浩主演的哈尔滨1944 这部剧开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而此次也是举办开机仪式 而这部剧的题材与杨幂以往的剧差别很大 是一部民国时期的叠战悬疑剧 杨幂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反派女特工 与偶像不少人都非常期待杨幂饰演反派的样子 肯定非常带胆 除此之外 开机当天也是难得的曝光了杨幂在剧中的造型 身穿长款皮外套搭配剧中制服 再配上一头浓密的长卷发 整个人非常符合剧中干练的形象 又酷又撒 而迪丽热巴的新剧是 她时隔九个月进组 与金世佳搭档拍摄的《利剑玫瑰》 这部剧是反打拐题材 讲述打拐伴六人组伸张正义 寻求真相的故事 是现在非常热门的题材 演得好拿奖也是有希望的 非常有助于转型 当然两部剧同天开机 也难免会被大家拿来比较 尤其是两部剧可以说 分别是杨幂和迪利热巴的转型之作 一部是警察题材 一部是谍战题材 都非常有利于转型 当然两部剧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首先就是班底 杨幂新剧《哈尔滨》1944的班底 可以说非常豪华了 不仅有知名导演张黎 金牌编剧王小枪 搭档的是实力演员秦浩 质量能够得到保障 相比下来 《利剑玫瑰》班底没有那么的豪华 不过也有游泳等老戏股配角 群戏会很精彩 而从角色看 杨幂饰演的是反派角色 挑战度是比较高的 能够给大家带来新鲜感 而迪利热巴饰演的是警察角色 是绝对的大女主 从曝光的首张海报也可以看出来 戏份不会少 人设也一定不会差 而现在两部剧都刚刚开机 谁能脱颖而出 真正帮助两位顶流走向转型之路 也只能等正式播出的时候才能知道了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 有不同的喜好 看到杨幂迪利热巴的新剧《童天开机》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